刘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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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阳 北京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 专注儿童保健 及运动发育数十年 为无数患有发育障碍 运动缺陷的宝宝带来了健康 更成为数百万妈妈的 首席儿宝顾问 今天她将带来 影响宝宝一生的六大误区 你中招了吗 其实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 因为他每一个时期 发育的重点不一样 所以运动的 适度就尤为重要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 陈一斌跟他宝宝的互动视频 看到 那个首先表扬一下 那个亲子关系非常的好 带着他一块运动 对 孩子冷漠脸 对 但是从运动方式来说 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 因为他那个 刚才跟运务是快放 所以他做的过程中 因为奥运冠军 调欢王 所以他可能在 起来的时候和举孩子 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那么在小婴儿 一岁以内的孩子 我们一般来说 大脑和颅骨发育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小的缝隙 做核磁可以看到 那么在大幅度的 或者是小频率的震动的话 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现在已经 医学上有名词 叫摇婴综合征 再向诊室来 好多看病的孩子 那么网子一坐以后 你看家长 见到吧 所以这个小的 频率的震动 直接传到孩子的大脑 所以对脑发育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但是奥运冠军的孩子 骨骼惊奇 说不定也没什么事 终于常见 另外别总在这 侥幸的心理 我们要升级科学 下一个小的年轻人